你看起来它是一块铁 其实它是一辆未出厂的新车 这就是巴基斯坦老铁的技术 我一直以为只剩个车标 就给你修成一辆车 就是气修的巅峰了 看完这些我才知道 肤浅了 我太懵懂了 根本都不需要车标 徒手就能造出一辆 老实来是同级别大巴车 纯手工打造的 大型魔幻纪录片 八铁修车第三级 应该叫八铁造车 开着一块铁 剩下全靠汉 做一个汽车底盘 对八铁来说 就是高手的基本功 简称高级 而这个轮垂的师傅 更是重量级 他正在进行矫正处理 一个需要精准度的工作 看似狂放 实则细腻 双手力度堪比输空基础 要砸一毫米 绝对不会多砸一厘 最后再用化学高分子 防修技术处理 保证了底盘的持久耐用 为了保证大巴的舒适性 师傅们精挑细选了 成本最低的 古法避震系统 用几颗螺丝进行固定 看似若不惊风 实则千锤百炼 而且都不用电盘手 就这种小螺丝 那巴铁师傅都得温柔 怕给它拧碎了 而这辆车的动力更不得了 就看这个红色涂装 你就知道它的动力有多强了 那依旧是传统的吊装 那毕竟它们也没高科技 但吊起来容易 精准的固定 才是技术所在 那底盘是自己做的呀 那发动机的支架 也得自己做 用专业的定位器 画上四个标记 这就是发动机的固定螺丝孔位 那当然了 四个螺丝的强度是不够的 这时候就需要电焊了 那俗话说 1.800斤 电焊师傅哈了3.382100斤 支撑的发动机完全没问题 但为了保险起见 那师傅们还是额外做了其他的支架 保证你开到半路 发动机不会掉下来 那接下来就是驾驶背了 依旧是老火机电焊 纯手工打造 那工程师用看不见刻度的词 精准的画出了标记 那这就叫专业 可以看出来 工程师的衣服很干净 毕竟是技术工 应该很少干活 那行家一出手 就知有没有 就这个圆儿 完全不出机器 那穿拖鞋干活 也是个狠人 依旧是电焊固定 那电焊工的耀眼程度 就算大叔转过头 那都避之不及呀 接下来 安装转向系统 那每一个螺丝孔 那都是手工打造 螺丝来自的纯手工 可能都没有他们存的 工程师再次出马 完善了一些水箱 空调等系统 那这辆车的底盘 基本就制造完毕了 第一部分正式结束 那师傅直接开车上路 去下一个车间 车间的师傅们 已经用脚铁 焊好了车的框架 考虑到当地有超载的习俗 师傅们准备了 大量的衡量 那便管这绝石 有没有刻度 你就看着框架的契合度 怎么说呢 就他这个误差呀 比我都小 那负责电焊的大叔 也是无情铁手 真怕他把手烤熟了 为了保证焊接的时候 不变形 师傅们用了 很多的拉杆支撑 而这个车间的焊接师傅 个个都是绝顶高手 那毕竟蒙面的都是高手 那为什么说 他们是高手呢 你就看这个铁皮 但凡技术不到家 那就是一处一个大窟窿 那指尖跳跃的火花 是电焊工不灭的信仰 所有的板件 都是他们自己做的 那另一边 小哥正在涂胶嘴 上面用来粘海绵 那毕竟海绵体很重要 它的特性是 能说能丈 保证板件的连接处 没有异响 那这辆车的地板 纯实木打招 伴随师傅的施工结束 那车已经能看到形状了 不再像之前那么抽象了 接下来进行细节 完善部分 那大巴车的正点外观 全由师傅们 一块块铁皮拼上的 毕竟是纯手工打招 它也匹配不到 那种县城的外壳 就连大灯的框架 那都是自己做的 那此时 逆子师傅也加入了战斗 毕竟是豪华大巴呀 车身的平整度 是最基本的 当然了 也不用全刮 只要刮不平的地方就行 大概99%吧 那最后来进行打磨 保证光滑 你就瞅大叔这个笑容 那触感 估计和少女的大腿一样 真滑溜啊 就在外边打磨的时候 那里边也没闲着 他们正在铺设地板胶 和装修天花板 那外边 座椅已经焊完了 也是纯手工的 虽然框架是固定的 但上面的木板是随缘的 想怎么放 师傅说了算 为了保证乘坐的舒适性 师傅买了上好的海绵蹄 那坐套不是真的皮 它是真的隔 猪打一个不透气 夏天坐上去 一裤子窝汗 那最后就是喷漆工作了 那众所周知 八级市场的喷漆工 自带过滤系统 根本就不戴口罩 感受一些少女光滑 大腿的触感 喷漆漆呢 也是四半工妹 最后的成品就是这样 绝对是纯手工打造的 可能比老师来世的 手工级别还高 我甚至都怀疑啊 他们是不是还能 徒手造火车呀 喜欢看这个系列的呢 咱偶尔可以做一个 毕竟咱也不是那么幽默的 这种视频想看的有点意思 那我得攒点词 那咱就下期见吧 那么大